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倪宽是我这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那他的死亡 他的去世 我还蛮悲伤的 不过我必须说 他的故事已经离我们很久远了 但是我年轻时代的时候 我们只要是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一本新的 还没看过的倪宽小说 我就会充满了期待跟兴奋 然后我就会准备好 在我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面 整个人投入这个小说的 这个故事情节里面 很乐意的 然后等到看完之后 你就会觉得 好好看哦 拍案交绝 多半他的书 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 我又多看了一本倪宽的小说了 所以他的小说 他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作家 多产这个词 我们以前看过叫prolific 等一下应该会看到 他写是科幻 科幻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叫做science fiction 其实应该是很常见的 你会的一个字 science科学 fiction就是虚拟出来的东西 所以加上一个虚拟角色 a fictional character science fiction缩写成sci-fi 就抓他两个前面的发音 所以在书店里面会去 专门就是放这个科幻小说的地方 sci-fi 那也可以是你喜欢科幻电影 一样是sci-fi 所以这没问题 来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边说些什么东西 说Ni Kwon 他就叫Ni Kwon leading Hong Kong screenwriter and novelist dies at 87 screenwriter就写剧本 screen是荧幕 会写荧幕 写剧本的 那novelist就小说家 这没问题 那下面我们看 one of Hong Kong's most distinguished screenwriters and novelists has died 所以他已经过世了 你看这边甚至有个词 你看has died是完成时有没有 我知道学校里面可能老师跟你说 死这个字啊 是没有完成时的 他就只有现在是过去时而已 所以你看这学校老师教的 放屁 那新闻报道里面 他已经死了 他过世了 has died 是没有问题的 he was 87 87岁 he died on Sunday in Hong Kong with local media reporting skin cancer as the cause of death 所以cause of death 这个片语常看到就是死因 那他据报是这个 剧文是skin cancer 就是皮肤癌的关系过世的 那我们看下面说有什么 he wrote some 300 screenplays 写了300个剧本 many in the martial arts genre and many for the showbrothers studio with co-writer Chain Chen 我不知道是谁 他写了300个剧本 很多都是这个martial arts的genre genre这个词常看到种类 像刚刚讲的science fiction就是一种genre 所以文艺类的东西 都可以用genre这个词 他不是发音成genre genre什么的 genre 发文字 种类 OK 所以你喜欢的音乐种类 你喜欢的电影种类 你喜欢的书的种类 都可以叫做genre 艺术之类的 好 所以这个martial arts 也是一种电影的genre 就武术 那很多是那个邵氏啊 所以邵氏电影公司 就叫做shaw brothers shaw 翻成邵这样子 然后他写的这边有一大堆什么少林寺的36个什么chamber 这我翻不成中文 可是这个我就翻得出来了 他写一个剧本叫做那个独臂刀王 所以one armed swordsman 所以独臂刀王 一只手臂的swordman 这个字真的是给了我无限的感叹 就是刀这个字 应该讲剑这个字 sword 以前我翻发得很懒 所以甚至在课堂上被老师纠正这个字 他就对着我说 no please read with me Paul sword 然后我就讲swor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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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ord swor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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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ord 因为我就猜了两个念法都念错 我先猜猜它念成sword 那不对 因为word我可能会念象成word嘛 答错特错 然后后来就 哦那干脆我干脆 换成这个word真正的念法word好了 所以我就念成sword 所以sword跟sword 老师都听得出来不对 老师就一直试着纠正我 sword sword 就是ord sword 然后我就有点尴尬 然后我就念不太出来 老师看到我的尴尬就放过我了这样 你看高中发生的事到现在还记得 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纠正发音 纠正这个词的发音 sword ok sword 好anyway 然后他还写过这个 Bruce Lee的电影 就是这个李小龙 那他身为这个novelist 他写的就是威斯利传奇 所以Ne wrote The New Adventures of Wesley Wesley也有把它拼成这个拼法 那大概都发音可以念成Wesley吧 可是下面这个读起来比较像Wesley 无所谓啦 所以他是这个detective stories 没错 所以证探小说 A series of detective stories that often featured aliens and extraterrestrial creatures 所以常常他feature的部分就是外星人 那外星除了叫alien之外 alien其实是外来者 所以像你住在美国 然后先有一个非法移民到美国 那对于美国人来说 这个人就是一个alien 所以alien不是一定是外国 外星人的意思 他也可以是外国人 alien 外来者 而这个extraterrestrial 就是非地球上的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出钱的 把它翻成外星人 这个terrestrial就是地表的地球的之类的 这个字会在托福看得到 所以这边我把它打出来 terrestrial OK terrestrial 加个extra 那外太空的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一开始他出现在这个明报 so these were initially serialized in the明报 newspaper 这series嘛 我们刚刚看到这边这个就系列嘛 对 所以写了卫斯里系列 所以他把它给系列化了 就把它变成serialized这个动词 好可以 然后 没问题 那再往下看下去 所以在对香港人来说呢 有这个文坛有三个接触的人 so for those who are a bit old well including myself they all know that the three greatest talents in the literary world 金庸 古龙 and 尼匡 所以在这个 所以刚刚讲的三个 the three greatest talent 在什么地方呢 literary world 所以文学界 你可以叫literary world literary literature是文学 那literary就把它有形容词这样子 你可以叫它circle literary circle 同样是文学界 文学圈 所以两个词都没问题 OK 所以三个人 三个名字 金庸你应该没问题 那金庸另外一个名字 因为他姓查 我记得他记得 他叫查良秀 还是叫什么的 所以他的名字也叫做 Louis Cha 所以popularly known as Louis Cha 古龙就古龙 那没问题 尼匡 那在那之后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在出现了 在这三个人之后 so after that no such iconic end 这边我们把它看一下下 所以这个划时代的创造时代的人 就没有再出现过 时代这个词 其实有个字叫era 也可以叫做时代 就eraera era 可是另外一个词就是 我们现在就要特别讲的这个字了 epoch 有一个报纸叫大纪元 它背后是法轮功 它就叫做 the time 这样子 大纪元时报 大时代报纸 然后讲了半天 我还没念出这个字 因为我要跟你强调 这个字真的很麻烦 几个发音 我听了半天 因为我真的做了一点点功课 那发现到几个发音都对 你可以把它念成 很像是epic这个字 epic 我甚至真的看到网路上 有一些母语人士说 他就把它念得跟epic一模一样 那epic就epic 对不对 epic epic 它的意思是史诗般的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字念成一样的话 那就是epic 可是KK音标里面 却把它的poch呢 不是真的是e的音 所以不是epic 而是变成epic epic epic 可是epic epic epic 念久了跟epic 就真的很像 所以我也觉得 不意外 很多的母语人士 就真的把它只念成epic而已 但是也有别种的发音 像你如果今天 如果你真的把它念成epic 然后你跟大纪元时报说 你们这个报纸叫做the epic times 那他们就会说 不对 我们就说epic times 所以如果你就照字面的 看起来的念法来念的话 它就念成epic epic 那epic都还是念成了长音 e跟park 因为也有人把它念成短音的 就变成epic epic 那还有人念成epic epic 所以不是epic 是epic 好像大纪元应该 他们是念成epic 而不是epic 好像白痴一样 一直在重复这个发音很相近 可是听起来就有点细微不同的一个字 所以epic epic ep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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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发音 都对 OK 网络上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然后好像音试没事的发法 也什么不一样什么的 好 所以我做完了这一大堆功课之后 我给你同学们的建议就是 给我们大家的建议就是 不要纠结这个字的发音 我们没有必要 把我们英文的学习 为了这一个字卡住 你知道吗 好 但是很明显 你如果还在听我这边讲 那表示你看 你已经跟着我卡了 大概有两三分钟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停止这件事情 我们不卡了 我如果想把它念成 epoq 就念epoq 我愿意跟着 大纪元时报的所有记者 跟所有里面的工作人员 跟着你们一起 把你们的报纸叫做 The Epoch Times The Epoch Times 还是无法决定是epoq还是epoq 好 你就挑一个来念 即便没有挑固定的 即便你每次念的都不一样 大概也没有人会 刁难你这件事情 真的 好 Let's get unstuck 我们不要再卡在这里 结束了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说了 不再有一个这么iconic 以及epic making的people了 OK 那我这里把它念成了epic 好 所以那没问题 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你看他说 I'm wondering if this is the end of an era Era又出现了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个人觉得是 所以古龙死于1985年 So Gu died in 1985 Char died more recently in 2018 所以查良秀 金庸 金庸死于2018年 算起来也四年前而已 其实真的好 算是非常的 Yeah All right 然后我们现在 接下来讲一下他的这个背后的生品 那这个人终身反共 So Nees own backstory is equally colorful 所以他自己的这个背景故事 也同样的就是非常有色彩 我把这里把它读完就好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应该 为了这位我非常崇敬的这个作家 我们把他的生品读一下 He was born in 1935 in the then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在当时 他是1935年 在当时是民国生的 OK 因为他这里没有讲到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他只讲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在1935年他生于中华民国统治的时候 So with reports differing as to the place 所以那这个据报啊 就是出生地就很难说了 So differing as to the place 所以至于地方在哪里 Either宁波或者Shanghai As a young man in early communist China 所以身为一个年轻的年轻人 他在这个共产的中国的时候 He was employed as a security official in Inner Mongolia writing death sentences 超酷的 所以他被雇用 当成是一个 就是一个安检人员 security official 在哪里呢 在内蒙古 In Inner Mongolia 在干嘛呢 替人家写 写那个什么 写人家的这个 判死刑的壮旨 还是判刑旨 到底该叫他什么 不晓得 总之英文就叫做 death sentence So his job was writing death sentences 替人家写死刑 那最后躲开了 逃开了这一个 这个集权统治 He buckled at the authoritarian rule and escaped to Hong Kong in 1957 所以57年的时候 躲开了 逃开了这个 authoritarian 就这个权威的 的统治 逃到了香港 After that time 在那之后 He quickly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 novelist 很快的就把自己 建立起了一个 小说家的人设了 OK And in the 1960s as a screenwriter 所以1960年代的时候 也是写作的 剧本的 那他一直保持 反共的立场 He remained fiercely anti-communist all his life 所以fiercely 就是很 很凶的 有时候fierce 这个词就是很凶恶的 然后很好斗 好像也不对 所以你可以说 你的opponent非常的fierce 这个字不卡 那他是 He was fiercely anti-communist 所以反共 communist 共产主义 anti反过来 all his life and never set foot again in mainland China 所以从来没有在 踏足过 中国一步一次了 所以set foot 在什么地方 踏足 什么地方 OK 然后他就 他说这个个人的独立 以及表达意见 自由的独立 表达意见的自由 是很重要的 So he said that individual freedom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re paramount paramount这个字 我很想讲一下下 我真的在上个礼拜 托福课有讲过这个字 你有时候觉得 important这个字 不想用 因为太常用了 你就可以把important这个字 换成paramount mount是 山丘的概念 那para 就是山丘的一个顶端 你这样子可以去理解它 所以如果 你今天写个句子 x is paramount to y 就是x对y来说 是至为重要的 就这么简单 OK x is paramount to y 这样子 好 所以像 我们从他的内容 来造句好了 所以 自由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人活得快不快乐 是非常重要的 so freedom individual or personal freedom is paramount to a person's well-being 还OK吧 一个人的well-being 那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so paramount 这个字就这样 OK 好 所以在离开mainland之后 他就觉得 他是很自由了 so after departing the mainland I'm free without any restrictions and able to talk and think freely 所以在19年的一个interview中 他认为逃出共产党的控制 是非常好的这样子 好 然后 后来他在1992年的时候 又离开了香港 因为他就不喜欢 1992年的时候 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hand over 所以香港移交给中国 那时候 哇 全世界铺天盖地的一个字 就是hand over这个字 当然这个事情一过了之后 hand over就没有人记得了 hand over就拿过来 OK 所以基本上中国就跟英国说 香港啊 拿过来 hand it over 交过来吧 所以 所以他的动词片也就 hand something over 给我交过来 名词hand over变成一个字 所以他说 he departed Hong Kong in 1992 ahead of the territory's 1997 handover from British rule to Chinese 所以他是在92年 这个hand over之前就走了 我刚讲错 所以92年他就离开了 他是在97年的hand over前 所以97年才是hand over 不是92年 好 and moved to the US 所以他那时候就搬去了美国 结果后来又在06年 搬回了香港 因为他说的是老婆 没有办法调整 就是适应美国的生活 所以这句把它念完 so he returned to live in Hong Kong in 2006 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在那里 其实也在美国只住了 大概14年左右 这样子 ok as his wife could not 对不起 数学很差 应该只是8加6而已 所以 的确是14 我在白吃什么 ok so his wife could not adjust to life in the states 所以没办法调试 在美国的生活 但是他却 反正还是对于共产党控制香港的立场 他还是非常的 质疑的 but he remained skeptical of the way the city was being controlled 所以他对于这个都市被怎么控制 他仍然是抱持着一个怀疑的 skeptical 好 所以他反正就讲说 这个是 所以共产党 什么都决定一切 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怎么说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就这么简单 简单的翻译 ok 那像中国的很多词 是让它翻译很简单 一带一路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就这样子 ok 好 所以no such thing a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ok 好 所以 大概讲到这里可以了 ok 这就是倪邦先生的这个过世 有点点 小难过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巨人 就这样子走了 不过想一想 一定的 因为我自己年纪越来越脏 所以我所知道的一些了不起的人 一定是慢慢慢慢离开的 那我们就把他 就接受这件事吧 ok 好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